大家好 這是星期二突發 今天是4月3日下午6時 收了工 找Johnny 錄一個特備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是立法會 討論 移交逃犯 逃犯條例 政府 快刀斬亂馬就已經過了首毒和二毒 快到不得了是下午2時多的時候 快到很離譜 其實上午我在家看新聞的時候聽的 鄭若驊出來見記者就說了很多東西 例如什麼不告 什麼不告 什麼不告 有很多豁免的 還有就是說他一定要雙方 即是那條法例是兩地 都同時犯法 他才會有移交的 如果在 譬如說他這樣說 我聽 我聽得清楚 他就說如果你在香港 不犯法 如果在其他地方犯法 也未必會移交的 他就這樣說 當然啦 政府也政府也說 外面也不信 原因主要就是 很多市民對政府 沒有什麼信心 他在那個條例上 其實又不是很反映到這個 這個應該是普通法原則 關於引渡 我們 討論之前的引渡案 也說過 Criminality 即是你在這個當地 跟本地是不是 同樣都擁有相同的犯罪元素 在裏面 才可以引渡 原則 但在這個條例裏面 其實他沒有什麼 怎麼寫 反而條例就沒有怎麼寫 但他今天出來解釋就 說得那麼好 最主要是在程序 因為原本的逃犯條例的程序 就是要 最後是要經過立法會 修訂之後就變成了最後 大陸公安拿了一個案件來 然後就過法庭的程序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一個Primer Phrasey Case 有沒有表面證供 然後 基本上就是現在的 行政長官簽紙批 他已經完成了二讀了 即是接下來三讀就會通過 這條例 期間有些議員 現在有人作出司法複合表戰 那麼政府這件事 會不會等這個司法複合有結果才會落實呢 還是現在會那麼快 就將他 通過呢 可能那兩天就上行通過了 你怎麼看呢 繼政如果真的有一宗 進行中的司法複合 就是 不過其實我之前上一集也有說 其實繼政應該是 條例過了之後 去複合 他那個 法例是違憲 違憲就是基本法啦 正常程序是這樣的 如果你看回上一次一地兩檢的案例 我講過很多次 高等法院 周家明大法官的案例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因為一地兩檢當時是未有細節的 就是 unreviewable 你未有一件事給他review 意思是這件事其實還未發生 那麼你那麼快反對 你要等這件事發生了 你才可以 反對他 原理上是這樣 如果是同一個個案例 照計也要跟回往的做法 所以我相信其實 大樓那個 目標是要將這件事 在他記性位基 定事實之前 就要做一些事 它不會像我們普通市民那樣 游行拉Banner出來示威的嘛 他現在要花錢 找律師大狀全隊 發聲明 找律師做事的 其實我覺得主要原因是在這裏 他就不會像我們那樣舉Banner 走出街的嘛 或是他給錢人家幫他舉Banner 這個不知道啦 這個我覺得也有機會啦 這時候如果他肯給錢 再support那些遊行 其實也應該要收他的 一方面就當作抗爭基金 反對基金 那你經常都說 全世界 全香港只有肥佬禮肯捐錢 你不肯敲一下大樓門 其實這次算是應該撐大樓門 為什麼呢 他是逃犯來的 以香港人立場來講 你在香港沒辦法嘛 說真的 他們在澳門這件事也好像被人冤枉的 聽聞 聽聞被人冤枉的 那麼 我想再 提出一個 另一個觀點 他說如果真的有案在身 或者這件事 不算法庭會怎樣判 未必是根據一地兩檢的案例來判 但是 如果真的那麼有需要 有人提出這個法律挑戰的話 人大可以釋法的 可以再解釋一次 好像上次 那個 DQE那件事 其實一地兩檢最後判了 市民去做司法復行 其實就是因為牽涉那個步驟 本身香港法院是沒有權挑戰的 因為那時一地兩檢本身已經是一個程序 就是經過了人大 只是單單是這件事 已經使得香港法院沒有任何 司法管轄權 去處理的 那你這一單 會不會釋法呢 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他不牽涉 基本法條文 暫時 如果你的 司法復核說到他違反哪一條 如果那個司法復核本身是說他違反了某一條基本法呢 那時候就不一樣了 不過應該多數都是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做司法復核就多數說他違反了某一條的基本法 基本法裏面是對於人權是有保障的 那麼他可能就會就著 不過這件事 如果你要釋法 基本法裏面其實是有寫的 基本法裏面第158條有說到關於什麼情況之下可以 是要 拿上去人大釋法的 就是要關乎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那個官方 的一個演繹才會有 如果這個移交 就等於他的關係 如果是關於移交事 你會覺得一定是跟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之間的一個關係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是有可能的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 這件事其實除了牽涉到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關係之外 如果你一個說引渡 逃犯的話 你是牽涉到香港政府和外國政府的一個關係之外 因為大家都記得當年人大釋法就是關於那個居港權問題 居港權一定是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係 我想說 逢是這個 移交逃犯的話 你不會是香港和廣西移交逃犯的嘛 你是國家和國家和香港的地方移交的嘛 即是說 牽涉到外交層面 如果你跟千里達 那是不是可能要 經過外交部啊 如果你說 那個地方是台灣 那你是不是要經過這個可能陸委會啊或者國台辦 這是陸委會啊 還是國台辦 大陸就是國台辦 你一定是牽涉到中國的嘛 所以他到時 跟中國 跟中央政府有關啊 絕對大條道 你可以 就這樣看他的勝算 真的不夠 你只能說他 可能是 姿態啦 姿態多於實質 我也覺得姿態多於實質 我也覺得姿態多於實質 因為呢 如果上面 強硬要你過呢 你有甚麼方法可以不過呢 人大開一次會就可以了 早上9點 你早餐都沒有吃完餐蛋麵 他已經開完會 通過了 如果根據上次一地兩檢的情況就是 真的是 人大開會嘛 一早就 KO了你們了 開會兩分鐘就可以了 你只要煮麵的時間 已經是KO了 你就不用再審下去了 所以呢 這件事 政府 你可以對抗的 空間 極度有限 而且我今早看電視的時候 我看到林鄭那個 表情 對於 她是兇有成竹的 我認為她應該是 覺得 這件事是兇有成竹的 是得到fullly support的 即是說如果有需要 可以 提醒人大釋法 既然上次 現在變成了每一件事 他們已經 預計了會走這一步 你挑戰我就會走人大釋法 現在沒有利的 全部一刀切 當她受到挑戰的時候 就會考慮走這一步 旗的 這個 這個 有一點要補充 大家只是貴體逃犯條例 上一次其實我們 有一集有講過那個司法 旅內地那個 民事司法判決 互認的問題 其實也是 跟這件事也是扣連的 很重要的 但是當時呢 只有我們在說 沒有人理 坊間 我看到有人說的 高登也有人說的 外面有很多人說的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民主派沒有反對過 沒有反對過的 民主派還贊成 我用 拿回大樓做例子 如果 澳門政府 向大陸法院入稟 控告劉聯紅 然後要求香港法院 認可那個判決 這樣是不是可以 引導劉聯紅回大陸 首先那是民事判決 首先那是民事判決 但是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不是大陸法的專家 他會不會 其實他很多東西是由 經濟犯罪演變成一個刑事的犯罪 雖然香港 香港是不明顯的 不過所謂錢債監 其實香港嚴格來說是沒有的 以前好像是有的 現在好像是沒有的 但是你民事程序的一個判令在香港 民事案你可以是 最終要怎樣呢 捉到你死也不給錢 其實一個程序就是 Content of Code 就是說你 在滅視法庭命令 最後其實也可能是有 有監可以坐的 刑事的藐視反庭 大家也知道 當時在旺角拿禁制令 佔中 最後就是 變成一宗違反法庭禁制令 刑事廟視法庭案 最後也是刑事案來的 由民事案是可以演變成 刑事案的 是有這件事的 如果連民事的判決你完全不管也不管 那件事絕對是影響香港的司法 絕對是 現在他們 著重這個字眼 但又說 他們找了林榮基出來說 說了李波麗子 他們能拘捕你 全部都是用民事來拘捕你 都不會告訴你 你是犯了政治案的 又說你罪嫁 又說你撞死人 所以我就 奇怪了 現在不是說罵你 我要向你提出這件事 你要拿出來說 這件事也是的 你要拿這件事出來說 你養地的司法互映嘛 現在問題是 而且你不可以精神分裂 你不可以一時說 內地沒有法治 人所共知的啦 待會你又跟他們說民事的 民事互相承認過 半句話是好事來的呀 又方便了大家 又不知道怎麼樣 有的 新聞有說的 你們那群人是贊成的 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贊成的 桂民凱是因為在大陸罪嫁 撞死人 而被人拘捕了 民事來的 那應該是刑事案來的 那應該是刑事案來的 那應該是非法出版書籍 還是不知什麼 類似那些東西 捉了很多案件都是用這些經濟罪 民事罪 兩件事一定要放在一起的 反對的時候你不可以 反對一半 反對你反對一半 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 經常說大陸是沒有司法的 但是你認可大陸的司法 最重點是甚麼呢 其實這個引渡條例的人最怕是 引渡回大陸 你引渡到美國 我想那些人是不反對的 但是主要就是 引渡回台灣的人也不反對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是抗拒大陸 你是怕大陸 這宗引渡逃犯條例 但是 你那個司法互認那個 是直接跟大陸簽署的 直接承認大陸 首先一方面 你們那單 直接承認大陸的司法 你們就投贊成票 那麼這件事你反對得那麼大力 還要找到那麼多人上去集會 但是上次為什麼沒有這些動作 你覺得大陸的法院是信得過的 你怎麼跟別人解釋 你怎麼跟別人解釋 一方面我們認同 大陸的 民事司法體制是完善的 跟他們互相承認是對的 另一方面 一說引渡的時候 他們的司法是黑暗的 完全是不可以認可的 是違法人權的 那是有問題的 他認為 在大陸 總之你不引渡我就可以了 你大陸的官司我香港承認 那你大陸 譬如是田北辰 我們之前說了 田北辰可能會被人告 是吧 因為他在大陸侵犯人家的 版權嘛 他的G2,000是抄襲人家的嘛 被浙江 還是杭州那個告 被告了 那麼到時 大陸法院判你賠500億 那你沒有錢啦 那你是不是要清盤呢 你的G2,000是不是要清盤呢 那麼香港法院 做不了了 那是不是要引渡你上去呀 如果你過不了印度 沒問題 就在香港坐吧 是不是香港法院代理執行 行不行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我真的說 我說真的 我也不明白 我不明白之後會怎樣 他們會贊成 也不明白他們會怎樣走法 好像郭榮鏗贊成 當時 我真的找不到那篇報導 但我一定是看過的 他是贊成的 我看過他們是贊成的 好像民主黨是不是贊成還是棄權 大家去找回那個投票吧 不是投票 那個不是一個法案來的 那個是一個安排 政府就這樣自己簽 那個不是一個法例 不用過的 不用過立法會 不用過立法會 你們也有表態過支持 反對的嘛 你們出來是歡迎的 大哥 我就是質疑你這件事 當時你怎麼出來歡迎的 傻了你 那你們是歡迎的 兩件事拿出來 你自己剪下自己 全世界最堅利的 毛 全世界最堅固的盾 看看怎樣刺法 看看哪件事 你們覺得 信得那些 沒有眼看 已經到了那些地步 那就算了吧 尊重大陸的法院 相信大陸的法院也只能夠 像郭榮鏗說的 應該是要相信 那不是譚慧珠嗎 那不是譚慧珠嗎 不是譚慧珠說的嗎 譚慧珠說大陸的法院 陽光司法嘛 如果譚慧珠這個說法是錯誤和無恥的話 那你們 承認 那個司法判決互認是甚麼呢 我留給你自己回答 我不幫你說了 照計算是一樣的 譚慧珠說的就是無恥的話 你說的就是江湖的 是不是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也不打算做第二節了 因為趕時間啦 拜拜 拜拜